今天来鱼塘这边看一下 每天都要来 不同时间段来 晚上的时候咱们还要来两趟 鱼塘这边转一圈 一眼望去 发现这个水面 鱼还是挺多的 飼料今天下午就会到 今天下午咱们就开始投喂飼料 一定要把这里面的鱼养大 不然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干鱼塘卖鱼 人家鱼贩子一来 看一下又走了 那就不好哈 那就尴尬了 一定要把这个鱼养到最少最少 也要两斤七八两 最好是三斤以上 草鱼 后面小的应该也是草鱼 都是今年放的草鱼苗 你说不喂飼料 这能长大呀 鱼塘周边转了一圈 晚上咱们去夹黄扇 现在这个天气比较躁热 晚上看一下有没有货 然后夹完黄扇 晚上的时候再过来寻一下糖 走 先回家 一只龙虾 大家看一下 直接伤手了 一只这么大的龙虾 大家看看 今天晚上第一条收获 兄弟们晚上了哈 然后我来到了我们这边一个养龙虾的基地 在这个周边的水沟里面 就没田螺吗 有田螺我捡回家 放鱼塘去 兄弟们走到这边 有动静 这个水浑浊了 大家看看 龙虾 泥丘 这里一只泥丘 这里一只龙虾 我是先抓龙虾 还是先抓泥丘 先抓龙虾 泥丘泡了 呀 这也不 浮瘦罗 全是浮瘦罗 呀 泥丘 兄弟们 大家看看 哇 泡了 又泡了 这水滚着了哈 看不清 呀 重货 今天晚上的第一条泥丘 嘿嘿嘿 中里多猛 长山兄弟们 硬货 哇 可以啊 多漂亮啊 龙虾 第二只龙虾 哦 不对 第三只龙虾 来 进去 龙虾 两只龙虾 看看 这水稻田里面都是辅寿罗啊 到处都是辅寿罗啊 都是小的 这个也是辅寿罗 这个稍微大一点 水稻田辅寿罗 淡烂呀 你们呢 发现目标 这么大的泥丘 这么肥 旁边一只辅寿罗 目标 哇 哦 太肥了 泡了 太肥了哈 这泥丘 泡了 挂不到了 钻到泥巴里面去了 大家看看这个辅寿罗 我可不可以捡到鱼塔里面去 兄弟们 喂轻鱼 我鱼塔里面五六十条轻鱼 啊 你们都说会泛滥 轻鱼吃的云不 黄上 第二条黄上 有力 啊 不能泡了 哇 哇 差点泡了 第二条黄上 现在目标 一只龙虾 下去 这条泥就不会笑 也挺大的 这要没抓到就抓不到了 这里有十份 泡了 终于抓到了 来 都抓到了这几条 不抓了哈 现在快十点了 咱们要去鱼塘看一下 嗯 机会价 现在已经到大鱼塘了 啊 咱们周边转一圈 有人钓鱼啊 有人在钓鱼吗 鱼塘周边看了一下哈 没有人来钓鱼 现在回家了啊 走路 十点多了啊 走 兄弟们再见啊 明天开始喂鲜鸟了 嗯 跟去把鱼养大 拜拜 拜拜 拜拜